修佛你要想真理称佛 要放下一切欲望 要放下一切享受 要放下一切名利 这些东西全是假的 这些东西通通是障碍 不是好东西 随意也三不见到场 为什么 自在啊 你有道场 你就有 我就会忘年 你能不顾这个道场吗 随我一身没道场 我只要每天吃得饱 穿得短 有个地方可以睡眠 休息就好了 真点不操心 没忘年 有道场 你就得天天放不下 那个事情可麻烦了 中国自古以来 这道场是一件佛菩萨 所以主持道场的是什么人 祝福菩萨 他们再来的 来成就这些佛菩萨 都是民心兼信 大彻大物质 不是凡夫 凡夫要主持道场 没有不造罪业的 将来国报这三度 所以每个大道场 世世代代都出高僧 那就对了 那这个道场出不了高僧的时候 那道场肯定造你 我们在旁边看 看得清楚啊 我要不要道场 我不能要 为什么 张家大使 没有叫我看 李老师 没有叫我看 而且中国古人 你想害某个人 你就请他做主持 请他做当家 他就完了 我说操心啊 万年多 行不勤进 丁多他做得很好 照顾人照得好 人听佛报 比不上一个老太太 一天都万年阿弥陀佛 她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差远了 这个道理 一定要懂 建立道场 就要成就人才 以这个为目的 这不是自己 明文理样 在佛门里有地位 有人从而不舍得给死 那把你那点佛报 都消光了 你的罪业就建立了 成立了 所以太可怕了 我学习佛这么多年 零岁老了 这就九十岁了 我很感恩 我这里有信徒 这边有信徒 送我一个小房子 有个小房子大小 还没有这个摄影梦大 我住得非常舒服 住得非常自在 讲经教学不中断 这就是祝福菩萨之所信 现在的方法好 可以用光地 可以用网络 用电视 这样子 这种方法 把明文理 给隔离了 小道场 没有人来听见 这科技发达 非常方便 无论在哪个地方 你有家里有电视 你就能说的 就看到 你有电脑 网络就可以看到 好啊 多自在 如果想这个 想那个 太苦了 一切碎月 释出世间 一切法 通通碎月 原具足 应该要干 为什么 利益众生 原部具足 便找死 多一死 不如少一死 少一死 不如无死 我这一生的成就 我感谢韩广长 他们一家人 护持 照顾我三十年 我这更扎稳了 没有这三十年 就没有今天 所以他们家 这个功德大了 我们这一生成就 带许许多多人 念佛旺盛 这功德 都有它一分 千万不能造义 千万不亏造罪 这比什么都重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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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